原宵節 是中國人重要的節日 在台灣 各地都會以 具有地方特色的慶典方式 來展現出地方的活力 這些節慶 已經成為台灣 觀光旅遊的名片 特色的慶典活動 不僅可以增加 旅遊相關產業的收益 在文化宣傳上 特別具有成效 而每輪美奂熱鬧的 泉州元宵燈會 據說在泉州城內 呈現的是遊燈 採接歌舞活動 異國若狂的熱鬧景象 接下來 我就要帶大家去體驗一下囉 怎麼樣 看著這些點感覺不錯吧 很好耶 不過大師啊 我們剛剛已經去了清真寺 然後看了一些老建築 然後穿過一些小巷子 來到這個街道 這是個什麼樣的街啊 這個地方叫做 厚城旅遊文化街 厚城旅遊文化街啊 對 就是給觀光客逛街的地方 大師 你現在就是把我 當成觀光客囉 一般觀光客會走的點 就是一個旅行者 最基本的功課啊 像這種地方有個特色 它可以在一個小範圍裡面 綜合呈現出當地的各種面貌 手工藝品啊 是 古玩啊 都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很有可能 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些 富有當地特色的紀念品囉 那是一定有的啦 哇 那你趕快帶我去逛一逛好不好 好 尋寶去 走 走 這條厚城旅遊文化街 是觀光客來到泉州 主要的尋寶地 以販賣古萬和傳統手工藝品為主 另外 在這一條街上 您還可以去聽聽傳統的說書 你自己叫叫喚 我們來 體驗一下閩南文化的熏陶 其實這些深厚的文化底液 為泉州的文化旅遊產業 留下了許多想像的空間 泉州木偶頭雕刻 已經成為一種國際公認的藝術工藝 作品被世界各國藝術館爭相收藏 而這些不斷精進的木偶戲表演者 也成為了國際級的表演大師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段 微妙微笑的提現木偶戲 而且這步 水一步 這腳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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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都被升降 目前泉州的傳統記憶 也都已經結合了旅遊 成為來到泉州 觀光旅遊的項目之一喔 離開浩城旅遊文化街 我們遇到了難得意見的 遊行采接活動 去看看吧 去看看 好多人喔 這裡在幹嘛啊 這應該是一個 閩南文化節的遊行活動 可是是什麼樣的遊行活動啊 南陰嘛 什麼是南陰啊 南陰是一種 從漢唐傳下來的古業 它傳到福建以後 就在這裡生耕 然後在這裡保存下來 這個是真正閩南文化的一個 這個古異盎然的南陰采接 是泉州閩南文化節的活動之一 像這樣的采接活動 據說宋元時 官府甚至不得不出榜育民 莫貪浪遊 莫看百戲 清乾隆泉州府至曾有記載 那時的元宵節 城內的確是四處遊燈采接 歌舞升平的熱鬧景象 我想這是活動也是傳統 更是閩南文化獨特的一部分 大師 大師 剛剛那個遊行真的是太精彩了耶 是啊 像這種遊行你不要說很少見 這種遊行根本沒見過 那應該是我運氣太好 氣太旺了吧 我看是因為大師的關係 真的喔 不過我有發現一件事情喔 剛剛在我們來那個街道兩旁啊 都布滿了燈飾耶 今天晚上會有一個很盛大的燈會 就在前面的文廟 那會很熱鬧嗎 那當然 你不要看現在這個廣場空空蕩蕩的喔 到今天晚上啊 那可是人山人海 我告訴你幾爆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去看燈嗎 欸 太陽這麼大 現在看燈 那既然我們都來了 你就帶我去這個文廟參觀 參觀幫我介紹介紹嘛 拜託啦 開始對古蹟感興趣喔 好 走吧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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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花燈起源於唐代 盛行於宋元時期 延續至今 它一直傳承著 古老精緻的工藝特色 所以晚上的花燈 是不能不看的 而除了花燈之外 元宵園也是很傳統的喔 甚至還沒有天黑 帶您去開開眼界 不過大師啊 元宵不就是 只要是有中國人地方 就會有的食物嗎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 到這邊來吃啊 這妳會不知道 這金鳳元宵 它這邊賣的 是最正宗傳統的泉州口味 元宵不就是包花生 包芝麻 還有什麼新的可能性嗎 傳統的泉州元宵 然後它裡頭包得有黑芝麻 白芝麻 花生幫它們很多東西混在一起 所以味道很特別 這麼厲害喔 妳要不要吃吃看 你看看 好大一顆喔 這個是搖出來的 搖的 對 它這個餡裡面 真的有非常多東西耶 它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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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配料是 主要是頭到 加糖 芝麻 花生 加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蒼頭 醬油 都在配 我們的元宵做起來 就是 有比較狀況 它加在嘴裡 有一個嚇香 有一個狀況 還好吃喔 我 我 剩一顆耶 怎麼辦 要不要再吃一碗 要 那乾脆這樣子 我們再買兩碗 我們一人一碗 好啊 等我 等我去買 人啊 大吃 我知道了 它一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去搞什麼角色扮演大體驗 它現在已經置身在那家店裡面了 不過我可以確立一件事情 它今天絕對不會是 半湯圓 大師 大師 唉唷 才開始完就找來了 找這麼快幹什麼呢 老闆娘 這樣還要咬多少層 還要咬好幾層耶 可是越咬越重耶 很痠 很痠 那證明你的心意比較有誠心吧 我覺得我全身的肉都跟著咬味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啊 那你還喜歡咬這個元宵嗎 也滿好玩的啊 那你就留下來去彈鍋吧你 為什麼要留下來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啊 拜託大師 你每次有什麼好玩 都把我一個人留在外面 都不告訴我 不過看你這樣咬 你手藝已經不錯了耶 沒有啦 你要看看是誰教的 老闆娘教的啊 我們大師這樣子的身材 都很高要咬這個喔 可以啊 很重要嗎 你看不一樣 老闆娘她是用一個鏡 不是這樣子 其實玩笑音是不太閉嘴 主要是喝酒 英心 洗澡 才會去做 料好實在 很能忘記那一口咬下時 竄出的香味 傳統的手工作法 古色古香的獨特味道 這是泉州正宗的元宵園 大師 大師 好 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這裡真的很熱鬧耶 是啊 你看人這麼多 叫你不要來 你就非要來 可是你跟我講過啊 說這裡晚上的景色 會非常不一樣 而且特別熱鬧啊 是啊 我也不過是說說而已 你為什麼要認真呢 因為你跟我講啊 說台灣人跟我一樣 從來沒有看過這裡的花燈 而且你又告訴我 說這裡有兩種特別的花燈 一定要看 你帶我去看啦 對 我跟妳說 泉州的花燈 是非無情化遺產 對 它有一種磕子燈 一種叫 針刺五穀燈 是比較少見的嘛 而且聽起來 就非常厲害耶 是啊 那確實是很特別啦 很值得介紹啦 那你趕快帶我去看呢 求求你啦 求求你 好啦 反正人都已經來這裡了 對不對 那想辦法擠進去好不好 好 說走就走 現在就請觀眾朋友們 跟著我們一起到 人耶 愛心 愛心 文廟裡的花燈 多以地方特色為元素 結合彩渣 蚵紙 真似五穀燈工藝 純手工製作 表現了泉州花燈仙巧 精緻之美 元宵節的夜晚 除了文廟的燈會外 各社區廣場也同時舉辦 傳統的民間遊藝活動 這一晚的泉州城 到處呈現出 一國若狂的熱鬧景象 好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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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的元宵節好玩嗎 超好玩的吧 而且真的好熱鬧哦 你看我們欣賞了花燈 我們碰到一個遊行 那個南鷹海街 還有這種非常有地方特色 熱鬧的晚會 每年正月十五 泉州到處熱鬧非凡 這裡是精采的 好玩的泉州元宵節 泉州的元宵節 街道上晚如燈和 遊人如知 為精采的閩南文化節活動 拉出序幕 泉州花燈的製作工藝 世界聞名 如何在傳統的記憶中 找到出路 如何在傳承中 找到夢想 下一段告訴您 泉州花燈達人的生意經 泉州花燈達人的生意經 泉州花燈達人的生意經